然後底下大概有兩三百人 裡面當然有大學的教授 還有第一線的老師 因為那是個行動研究 所以有一些實務工作者也會參與 我開始在介紹我這些畫的時候 我就開始感覺到在底下氣氛開始很奇怪 然後看到這些人的表情 後來因為我們報告完都要有討論 結果有人就提問說 校長的老師蕭昭娟老師 他就問台上的主持人說 請問你們覺得這樣是一篇論文嗎? 蕭昭娟是我的好朋友 這樣可以算是論文嗎? 然後從這個問題開始 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 然後台下的人甚至吵起來 吵起來有人說這個可能不能算是個論文 可是有第一線的老師說 他畫的就是我的狀態 為什麼不能算是個論文? 很生氣 然後就是吵成一團這樣 然後我在旁邊說 啊?怎麼會這樣? 好像是 傳了什麼禍的這種感覺 但我很高興我闖這樣一個禍 然後他是不是論文我覺得倒在其次 而是說我覺得 一個研討會 一個尤其是如果他是教育的研討會 我覺得我們研討會的 傳統的研討會的方式 是最不符合教育原理的 那他是用一種最僵硬的方式 最沒有人的生命的感應的方式 在傳遞所謂的知識這樣 所以我放這個進去 我其實也有一個用意就是說 我就是要丟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元素是我認為 在我們的教育的殿堂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卻一直被壓抑被排除的元素 那這個元素可以說是一個藝術的元素 可是我覺得藝術的元素 直接通往了就是生命 甚至通往靈性的一個道路 然後這個是被我們現在這種功力取向的 科技取向的一種 時代的知識觀 所排除跟壓抑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會用這樣的方式 介入到那個 學術的研討會的一個情境當中 那我的這些做法 也並不是說我很工心忌去策劃什麼的 它比較是來自於我內在的一個 一個造喚說 我希望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面 說我真正想說的 然後為了說出我真正想說的 我得找到適合的語言跟媒介 然後這是我使用的語言跟媒介 然後它是不是知識呢 它當然是一種知識 只是這種知識 一直不被接受 這種知識是關於人的生命的知識 它是有溫度的 它是有除了理性也有情感的流動的 它會讓人真正的看見彼此 至少打開這樣的機會 而不是把人假裝是一個抽象的 一個符號 然後抹除他的臉龐 好 所以那這些東西 就是我曾經走過這樣的一段路 那一段路很孤獨 也很無力 可是我畫了這些畫以後 我發現我的朋友們一個一個跳出來 他們說 我跟你一樣 所以我才發現 原來我不是一隻孤鳥 只是這些鳥 他們被散在別的地方 然後被擠在旁邊 然後所以他們看不到彼此 所以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當我開始飛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有很多的同伴 其實我們是都有共同的理想的 甚至他跨領域 不只在教育領域 就像我跟各位 我們雖然有的在教育領域 有的在農業的領域 或者不同的領域 也可以跨越地理的界線 我們是可以有之一同的 那 這是我先分享 我曾經走過的一段路 那華德福教育 他是第一所華德福學校 是在1919年 德國的司徒加特設立 他的創立者是 叫做史戴納 魯魯斯戴納 他是一個奧地利人 史戴納博士 在創立華德福學校以前 其實他們已經有一個人質學的社群 這人質學的社群 也是基於一種 對於世界 對生命的一種信念 然後形成的一個社群 這個學校當初設立的時候 為什麼叫華德福 是因為那所學校 是為了一個香菸工廠的員工辦的 是那個香菸工廠的老闆 他也是人質學社群的成員 他出資讓史戴納去那邊 創立第一所華德福學校 那個香菸工廠的名字 就叫做華德福 所以華德福其實是一個香菸工廠的名字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 華德福 哦,Wonderful 其實不是 華德福是一個香菸工廠的名字 那跟各位提這一段有一個 重要的用意是說 這所學校的創立 他一開始其實是為了 勞動階層的家庭 並不是一種精英的教育 而且在歐洲的話 在像德國 他們私立學校也會受到政府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補助 這跟台灣很不一樣 所以在歐洲的私立學校 他可以不用很昂貴 但是在台灣的話呢 因為政府基本上他是不補助我們一般的私立學校 那個中小學 所以在台灣的私立學校的資金基本上都得靠學費 那如果是私立的學校 學費就沒有辦法降 這時候只有一定的射精的條件的家庭 才有辦法把孩子送到私立的華德福學校 那這個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 他無可避免的他沒辦法平民化 不過在台灣呢 目前有一個看起來有一點樂觀的跡象就是呢 台灣除了幾所私立的華德福學校以外呢 我們有公辦民營的像慈欣 也有公辦公營的像桃園的人美國中的 附設的華德福的中小學 或者像雲林的山峰小學 就是在台灣是蠻特別的 有一些工部門願意支持華德福學校的成立 這個會讓華德福的初衷就是 希望他是一個平民的 平民的那個教育 那這也是我願意為他努力 願意投入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精英的教育 他不需要我去投入 反而是尤其像大家一樣 就像蒲門 用一種簡蒲的方式來生活 來保護這個環境 保護人 而且你願意把你剩餘的資源在 用在這個上面 那華德福在精神上這個是一致的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初這個第一所華德福學校設立的時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 那個時候整個德國是 他是一個戰敗國嘛 整個社會是崩解的 民生凋敝 所以也是在一個 很破碎的一個文化環境當中 成立了這一所華德福的學校 也是在大規模的戰爭之後 毀滅性的戰爭之後 的一所學校 一所理念的學校 而且呢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但是呢 斯帕納他其實有意識到 人類的文明 面臨正在一個很巨大的浩劫當中 也就是說極權主義也正在發展中 那 果不其來二次世界大戰 又在後面的一些 幾年之後 爆發 那 這種大規模的毀滅性的力量 它的根源呢 也是來自於一個物質主義的 就是從斯帕納的思想上面 就是從人類的工業化 從 人類的一種 把世界開始看作一個大的機器 一個機械論 甚至把人 作為一個生命 也把人當作一個物理化學作用的一個 一個工廠 來看待一個人的生命 那像這些物質主義的 世界觀 整個把人的靈性的生命 人的精神的意義跟價值呢 都抹除掉了 變成一種科學主義的迷信 那 那 那這個 為整個環境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這是為什麼 斯帕納他會 除了在人質學裡面推動醫學 推動有機的農業 而且是有機農業裡面的 要重新 帶出土地的生命力的這樣的有機農業 之外他還要做教育的工作 所以 他在創立這個華德福的學校 的那個 的前夕呢 他是跟華德福的第一屆的這些老師們說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場教育的革命 這個革命是為了 整個 挽救整個人類的文明的危機 這樣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他已經看到了 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科技的物質主義的這樣的一種文明 他即將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的浩劫 所以這整個華德福的 我看見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精神 也是我們現在 雖然已經事隔 將近一百年 可是我們還是 還是關懷同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課題 我們還是 願意投身在這樣的一個運動裡面去 去努力 去一起來努力 好 這是第一個我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華德福教育 然後第二個呢是 我剛開始接觸華德福教育的時候 其實是帶著一些懷疑的 那這個懷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除 因為華德福教育裡面有一些部分是 跟我們可能文化上面有差異 或者是有東西方的差異 或者是語言上的 或者是一些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所以這些我們還需要有一個本土化 我們有在地化的一個任務要做 那儘管有這一些懷疑呢 可是 我自己在 四年前 有到德國去 上了他們的華德福學校的訓練的課程 然後那個時候我去以前我看了一些華德福的書 我就在想說他們講這樣他們真的這樣做嗎 這是很正常的懷疑 因為我們台灣人不是這樣 我們通常講這樣不一定做那樣 那結果我去了德國看聽老師講課 然後我去看他們的華德福學校 我滿驚訝的 他們真的說什麼 他們真的做什麼 那有一些讓我非常感動的地方 那這種感動是 一方面感動可是又有一種忌妒 就是說 因為我是一個教育學的博士 在美國讀的書 雖然我覺得當教授是一個很畸形的生物 可是我還是有某一種優越感 可能不自覺的 一直到我接觸到一些華德福工作者 他們說出來的一些話語 我不得不被這些話語所打動 或者不得不為他們所在教室裡面對待孩子的方式 就是不得不為這樣而感到責服 那有一個很根本的原因 我剛剛有提過 因為華德福他確實就是把每一個生命 一個完整的生命當作他教育關注的對象 而且他真的是去關注這個整體的生命 那他關注這個生命也有他後面一個信仰的背景 這個跟東方也蠻通的 就是說 華德福教育裡面 他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不是只有這一世而已 那不管你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還是什麼教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話 基本上宗教信仰都不會說我們只有這一世 不是只活這一個出生到死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死後還有 甚至我們生前也有 換句話說 每一個孩子 他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 我們這樣說好了 他是本來就有一個靈性的生命 他從靈性的世界來到這個物質的世界 他來這個物質的世界完成了 他在靈性世界還沒有辦法完成的任務 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他也會離開我們這個物質的世界 再回到靈性的世界裡面去 然後我們老師面對的 就是在他來到這個物質世界的孩子 我們怎麼樣陪伴這個孩子 我們怎麼樣陪伴這個孩子 幫這個孩子 讓他很健康的 長大 而且呢 可以成為一個 可以成為一個 有力量 有自由的 一個真正的個體 一個真正的個體 來完成他這個 來到這個世界上 他需要完成的任務 這樣 那 當用這種方式來看你的學生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 怎麼說呢 你會發現每個學生 他的獨特性跟個體性 以及他的尊貴 都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 你很人在想說 不過是學生嘛 把他當掉就說了 可是當 你看到說 每一個孩子 都是 都是高貴的靈魂 然後來到這個 對 他搞不好比你老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 你不要看他年紀小 你不要看他書讀的沒有你多 可是 作為一個靈魂而言 他絕對跟你是同等的 然後另外 好比說我們看到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也不敢再用一種說 他是殘缺的 用這種方式來看這個生命 也許他的身體是有限制的 可是他的靈魂是一樣是高貴的 像我媽就 我女兒她在念冬華 她就念大一 她讀特教系這樣 然後我媽媽剛剛知道 她考上冬華說 哦 冬華 不錯不錯 什麼系啊 特教系 特教系啊 那你要去教那些笨孩子嗎 這樣子 哎唷 你怎麼這樣 這是我們一般人看待 就是說 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可是 像華德福他有基本上 看待生命的這樣的一種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老師 把教學看成一件神聖的事情 那我必須說 我從事教職 將近二十年來 我前半段 不太把他當作神聖的事情 我知道後來接受華德福以後 越來越難去排除這種想法 我覺得教育真正它是一個神聖的事情 我開始對我遇到的每一個學生 我開始要尊敬他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我剛開始接觸華德福的時候 我發現靈性的這個元素 是在一個華德福老師身上一個很根本的一個部分 然後那時候就很 有些帶著疑惑 我就上課的時候問我的學生說 華德福的老師要有靈性哦 那你們覺得我有靈性嗎 你們覺得我是個有靈性的老師嗎 然後我看我學生的表情 我說你們不用告訴我啦 就像那個賣咖啡的那個寡告 你們不用講了沒有 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在一個渾濁的生命的狀態 就像我以前畫那些畫有沒有 那後來我在接觸華德福後 我開始去想 我到底跟我的學生 我希望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不是光是謀生的一個行業而已 而且呢 如果你又把這個拉到說 我們曾經從一個靈性世界來到這個物質的世界 然後再離開 你就會想說 那我跟這些學生我碰到的 尤其這些讓我頭痛的學生 說不定是有特別的安排跟意義哦 所以那時候就會把我帶到一個 以前我不在的一個狀態裡面去 然後我內在就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我的穿著好像也無形中受到一些影響 人家以為我是做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像我在書上看到 尤其有人也看過 華德福的老師正常的情況下 會帶一個一年級的孩子 一直帶到他八年級 有的人覺得這樣蠻可怕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小碰到一個老師很可怕 我們想說如果他帶我八年那 那還得了 沒有這種印象 可是如果你想說 如果一個老師他把你當作一個尊貴的生命 然後給你八年 然後給你八年 那就不一樣 而且如果他要成為一個華德福的老師 他是帶著這種看待生命的態度的 那就我了解一個真正從一年級 帶到八年的這樣的一個老師 帶過這樣一輪的老師 那是一個莫大的榮耀 現在老師為什麼是八年 八年喔 八年是因為他們的那個學制 對對對 那如果在台灣是九年了 對 不過台灣現在也沒有帶過九年的老師 我還不知道 慈心應該有帶過六年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 好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想 像我們台灣一般都是一個老師 比如說都是 就是帶低年級就重複帶低年級 中年級就重複帶中年級這樣 一種說法說 像他比較熟悉他的課程 可是非常的一個危險 就是這個老師對他的課程麻痺了 他沒有那個熱情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 帶著這個同一班孩子 每一年跟著他的話 你得追著孩子的成長 成長 所以這個老師呢 如果說他真的帶完完整的一輪 這個老師的生命是 是怎麼說呢 是有某種成就的 他是 成生的 對 是真的 然後家長願意把他的孩子交給你八年 你看這是多麼神聖的一個任務 所以這些老師 他們往往很辛苦 投入很多 甚至常常還會生病 可是呢 可是 可是他們的心好像不是 不是這麼疲累的 反而是一種 一種 生命的自我完成的方式 這樣 好 那 我去德國見習他們的班級的教學 然後有一次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們怎麼體現這些東西 有各方面 有各種活動 各種課程 各種儀式 去體現我們剛剛說的那種 對待生命的方式 那有一個 我看見的 而且是很簡單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的 它是我到一個德國的五年級的 小學五年級的班去見習 他們講德文我是聽不懂 但是我可以看得懂他們在做什麼 那一天早上呢 老師就講了幾句話以後呢 前面 就是小孩子就跑來幾個 大概五六個 就站到最前面站成一排 然後大家就唱歌 然後老師就點了一支蠟燭 然後蠟燭放在一個很美的燭台 好像一個 然後底下還用布包子這樣 可以捧著這樣一根蠟燭 點燃了以後呢 老師就交給第一個孩子 然後那就像我們 比如說你們是同學們 我是那個孩子 我就抱著這顆蠟燭呢 我就開始念一些東西 因為我聽不懂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念什麼 可是這樣好像是有節奏有韻律的 所以我想那應該是他在念一首詩 然後那首詩好像還蠻長的 所以念一念 就是他們一個這個孩子念完換下一個 可是他這個孩子在念的時候 底下就有一些人跟著他念 就零零落落的 就是如果有人願意就跟著他念 然後一個的孩子 他站在前面 可能一下子忘辭了還是什麼 底下的孩子還會幫他念 然後呢 他們一個一個念完以後呢 他們圍成一個圈 然後每個人手就是扶著那個蠟燭 然後一起把那個蠟燭吹熄 看這個儀式覺得好像蠻好玩 蠻有趣的啦 然後後來我搞清楚他們在做什麼呢 因為那天比如說是禮拜二 站在前面的孩子 都是禮拜二出生的 所以每天都會有一群孩子站在前面來 不過我是不太知道那個週末出生的怎麼辦 他們一定有個辦法 反正就是 就這樣 然後 那些孩子念的是什麼 這孩子念的詩呢 是他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他們是一路上來的同一班 是他們在小二的時候 他生日那一天老師送他的詩 為什麼是小二呢 因為小一的時候老師還不夠了解他 所以老師帶過他一年以後呢 我了解這個孩子了 我在他小二的生日的那一天 我會送給他一首詩 是這個老師 也許是他自己為他寫的 也許是老師從哪裡找來的 最適合這個孩子的詩 那這個詩呢 裡面會點出這個孩子最美的地方 而且呢 也會放盡對這個孩子 未來發展的一個期許在裡面 那這個孩子 他就每個禮拜都會出來念朗誦 禮拜出來一次 所以 然後每個孩子的詩當然都不一樣 都是量身定做的詩 那 也難怪當到了五年級的時候 因為大家已經在一起和這麼多年了 所以 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的詩是什麼 所以你一下想不起來說 我還可以替你唸 想不起來 我就替你唸 對 所以說他可能沒睡醒或什麼的時候 那 所以 每一個孩子 他作為一個 獨特而尊貴的生命 他是這樣子 從這個地方你看到他是這樣子被對待的 然後 所以 從這邊我就會 有時候我也會讓我的學生他們做這樣的一個練習 就是說 但是 稍微我把它變形一下 去讓學生體會 就是說 有一個你很愛的人 每個人都有你很愛的人嘛 對不對 你很愛的人 然後 你如果願意為他寫一首詩 你想想看哦 你想想看哦 你愛的人是誰 先想好 你為他寫一首詩 你為他寫一首詩 然後這首詩呢 裡面 說出了他最美的部分 也說出了他生命發展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展望 然後 你要不要練習看看去寫這樣的一首詩 你就會知道那個老師他怎麼樣去對待他的每一個學生 這樣 所以 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讓我不得不折服 他們說真的 不是說假的 愛心要有耐心 什麼 我們大家都會講 那你做了什麼到底 好 可是也不能怪我們的老師 因為我們老師也有種種結構性的限制 好 那 所以為什麼華德福他有一套獨立的師資培育的系統 像小平也是華德福 裡面可能還有其他的人是華德福私訓的 這邊這一位也是嘛 上華德福私訓的那個 那華德福的私訓 裡面 當然他有理論的課程 有教學方法的課程 可是他裡面還有大量的藝術課程 那成為一個華德福的老師呢 你並不是說要很會唱歌 很會跳舞 很會畫畫 不需要 可是你 還真得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喜歡畫畫 喜歡說故事 你要把你這個喜歡 帶給孩子 而且你每天 都要跟孩子唱歌 都要跟孩子說故事 像我請來一個德國的老師 他就帶過一整輪的 他還把他每天跟孩子說的 從一年級說到八年級 每天跟孩子的故事他都有留起來 那你可以想想看 當然你會想說跟一個很小的孩子說故事 好像還比較OK 講一些童話啦什麼的 可是你會想如果他已經到了10歲 你要跟他說什麼故事 他到了12歲 你說故事他還坐在那裡聽嗎 這可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要跟他們唱歌 你要跟他們唱什麼歌 你就會發現這個老師 他得真的很長進才行 他得真的跟孩子們在一起 他才帶得住這一群孩子 然後剛剛我遇到這位朋友 他說他現在開始畫畫 我說太棒了 可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已經屢試不爽了 每次到一個場合 問說會畫畫的舉手 我的學生會畫畫的舉手 我說來我們畫一張畫 老師我不會 我們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有效的告訴你你不會 我們小時候也很喜歡唱歌 可是後來也變成 我們也很喜歡跳舞 現在也變成不能夠做 但是在華德福的師資培育裡面 這個藝術活動是讓一個整個老師 能夠重新的再釋放 重新的再找回你自己的感覺 重新的再對生命 你又重新的開啟 你對生命的一種連結 就像我們體制內的老師 有的時候在升學的制度的摧殘一下 老師啊 他每天要板著臉 然後他要用很嚴肅的方式去把學生壓住 然後甚至要用很大的威脅壓力 讓學生可以讀書考出好成績 然後這個老師他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僵化而扭曲的一個人 當你碰到這樣一個老師的時候 你跟他說 老師你唱首歌吧 你會發現這個老師 你好像在跟一個外星人講話 他沒有辦法 老師我們來跳支舞吧 你會發現他也沒有辦法 老師 那你好歹說個故事給我們聽 這個老師會崩潰 他發現他已經不是一個活著的人 所以 在華德福的《獅子培育》裡面 對於他們會有說故事 還有一種天人合一的一種律動 還有泥樹啊 還有木雕啊什麼都有 還有製作很多一些娃娃啊什麼 說故事啦 這些都是 還要畫黑板畫 在台灣是要板書 可是在華德福教育裡面是 老師要在黑板上面畫畫 而且他們的黑板常常是那個 像一個門 他就是說 黑板有門可以蓋起來 然後打開畫在裡面 所以 老師在每天放學的時候 孩子走了 他留在教室裡面 在黑板上面畫 明天要講的故事 然後把黑板蓋起來 然後第二天孩子來的時候 就等著 看到黑板打開的時候 老師開始接續昨天的故事 那老師接續以前會先問孩子說 昨天的故事 說了什麼 孩子會去附送那個故事 然後老師開始接續講今天的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都不是亂講的 他不是講什麼海綿寶寶 都是精挑細選適合那個孩子 裡面都含有很深的生命寓意的故事 還有很多的怎麼樣面對生命中的衝突 怎麼樣去克服生命中的障礙 這些故事 這是關於他們的師資培育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啊 我既然要投入華德福的工作裡面啊 所以我現在連研究所的課 我們一開始都先唱歌 然後每次就帶到外面去 像我今天 那個 我也有帶大衣的課 我開了一門課叫做戶外探索 但是我這個課 因為我並不是那種像荒野那種專家 我不是 所以我這方面知識很欠缺 但是我把華德福的元素放進一個大學的課堂裡 而且我故意把這個課開在早上八點第一堂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些大一的孩子 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 晚上就掛在網上面 上Facebook或者是什麼 又不睡覺 所以我就開在早上第一堂 這樣 他們居然還一大堆人跑來修 因為這是一門有意思的課 我給他們出一個作業 這個跟華德福裡面有一種叫做戈德觀察法 很有關係 我跟他們出個作業室 我說我給你們三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學校有一個蓮花池 這蓮花池 蓮花它每天都會開 如果有陽光的話 我要他們帶著他們的畫冊 在三個禮拜的時間之內 去捕捉 這個花從什麼時候開始開 然後畫四張圖 就是說 你要在花正要開的時候 坐在它的前面 開始畫第一張 然後等到十分鐘以後 你畫第二張同一朵花 再十分鐘以後 你再畫下一張 然後你這個四張畫裡面 要看到這個花的綻放的過程 我甚至說我會問你喔 你有沒有聽到花開的聲音 那 這種方式也就是 讓孩子 我怎麼說到這裡了 我剛剛要說什麼 好 我把課程的元素 也帶到大學的課堂裡面 尤其是藝術的元素 那 所以 我把畫畫、唱歌 我也帶他們跳舞 做 我要自我解放嘛 先 對不對 所以我就豁出去了 那 豁出去還蠻過癮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 參與了華德福的運動以後 我自己有很大的轉變 不只是在我教學的方式上面 甚至在我的身心健康上都有很大的轉變 我以前有很多內在的衝突 然後就奄奄一息 什麼 現在我就覺得比較 比較來勁 活得比較來勁 好 然後我再分享一個 我們就看有什麼 大家要提問或者回應的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 我聽到的時候也是讓我很擇服 他們的一個做法 然後這個做法也是 如果在座的各位是家長 或者你年輕人也很OK 你可以用用看 就是 華德福相信心想事成 簡單的講 所以你不能有壞念頭 你有壞念頭它會實現 所以你要時時的有好念頭 就像我們金剛經講的善互念 那 所以他 華德福的老師有一個 有一個 做法是 每天晚上呢 要去默想你的學生 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默想你的學生 你的學生 的臉 好 好 那 那 我也會 有時候帶我的學生做這樣的練習 比較容易的是先默想你喜歡的學生 可是你發現有時候不是很容易 我曾經有碰到一個老師 國中老師 然後他跟他學生很大的衝突 然後我說 我邀請他來默想他的學生 然後他把眼睛閉起來 他說 老師 我想不起他們的臉 我就想說難怪你們會有這麼大的衝突 我說你明天 回到你的班上去 好好地看看你的學生 那 然後當他這些臉浮現出來的時候 你還要去感覺這個臉 他有什麼表情 感覺這個臉 內在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去感覺這個孩子的眼神 然後呢 當你能夠做到這個時候呢 你會同時也意識得到 你是帶著什麼眼神在看這個孩子 你是帶著什麼表情在看那個孩子 然後你也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內在是怎樣 然後 如果你經常這樣做 你當然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老師 你的孩子當然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孩子 所以你看 人家是這樣幹的 所以我想說 哇 我想說 我沒辦法 以前啦 我也沒想到可以這樣做 那 我發現人家真的是這樣在做的 然後這還只是其中的一個 幾個例子而已 當然 各位也不要因為我這樣說 就說華德福教育是完美的 華德福教育也有他的挑戰 有他很困難的地方 就像我剛剛說了 華德福老師常常累的生病 因為他們的工作 他們把教育看得那麼的重要 所以當資源不是很夠的時候 他常常就把自己的 自己的東西掏出來用 用的超過了以後 他就會生病 這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的問題是 在台灣 蠻多的家長 寶貝自己的孩子 這也是很天經地義的 可是家長有很大的焦慮 對自己的孩子 甚至於對自己孩子的期望 已經造成了孩子一些問題 孩子發生了這個問題以後 家長就更焦慮 所以他想說那我一定要把他送到一個 最理想的學校去 於是他就把孩子送到華德福學校 這樣 可是當華德福的老師接到這個孩子的時候 他已經在這個焦慮的家長的 帶領下 這個孩子已經有很多的狀況了 所以這個 老師光是要去收拾這個 就很費力了 可是偏偏 這個家長 對這個老師也很焦慮 然後他會想說 我的孩子的問題怎麼 都沒有減輕 怎麼孩子又在學校出這個狀況 出那個狀況 那這個老師也許他 會感覺得到 這個孩子的狀況 多半是來自於家長的 可是這個老師又沒辦法跟家長說 但是家長又這麼的焦慮 然後所以華德福學校 有的時候也會吸引到一些很焦慮的家長 然後這個會給老師帶來很大的壓力 所以華德福老師的折損有時候也蠻厲害的 所以華德福的學校需要 所以你們現在剛在弄嘛 提供你的建議 這個學校一定要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角色 它是像一堵長城一樣 可以擋住 為老師 不是說擋住 它可以當一個 那個 Bumper那樣子 它可以作為家長跟老師之間的一個橋樑 可是不會讓那個家長的力量 一下子就壓到老師那邊去 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角色要很善於跟家長溝通 讓家長不會那麼容易焦慮 它能夠讓家長比較放鬆 但是呢 他也知道怎麼樣子去保持一個應該有的界限 讓老師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可以去教學甚至犯錯 另外就是華德福也有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華德福會吸引一批非常有理想有熱情的人 這是好事 可是呢 有理想有熱情的人 通常也比較自我中心 有時候不太聽得見跟他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華德福的社群裡面 也免不了有一種 要花很大的力氣去處理人跟人意見不同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華德福社群本身也要面對的一個成長的功課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不要再講了 再講大家都不敢來了 好 要講 那我再提一個 其他的就是我們可以在私下再多一點時間再來談 就是說 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通常不習慣直接面對問題 把問題說清楚 我們怕得罪人 我們怕傷到別人 我們都很委婉 有話也不直接當面說 然後會經由二手的 或者怎麼樣 於是乎呢 到後來他會變成一種 搞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呢 有很多的不滿 那這個也是當各位 我不曉得你們 我看你們的樣子好像都滿健康的 滿OK的 可是 因為也許在蒲門 我不清楚你們的社群發展的狀況 可是如果你開始要進入一個 發展華德福學校的 團體的團體的時候 那是一個有高度壓力的過程 在這種有高度壓力的過程中 怎麼樣去做一種 明白的可以核對的溝通 然後 可以容許有不一樣的意見 甚至很健康的去看待衝突 這會是很重要的一個團體發展的 一個學習的功課 所以在我們新竹 他有機會說清楚 然後把這個問題 需要去處理的人 一起來好好把它解決掉 而不是這種很模糊的 這種訊息的散播的方式 這個會是我們現在 一個我發現滿普遍在發生的 一個現象 好 那可是不管怎麼樣 參與華德福的運動的推動 這個本身 他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對每一個參與者 他滿辛苦的 可是呢 像我前兩天才到雲林 他們第一屆的台灣的華德福高中的畢業 畢業生 他們的畢業作品的發表 那我看到那個孩子 他寫他的畢業作品 他寫他在華德福的經驗 他寫到他自己的父親 他的父親作為一個華德福的家長 他看見自己的 因為他從小就看到從慈心開始 從小一一直到高三 他看見他的父母怎麼樣 為了推動華德福 為了這樣的一個理想去奮鬥 然後他看到自己的學校 這麼曲曲折折 沒有辦法合法地立案 沒有辦法有一個合適的校舍 還有從宜蘭 本來是在一個有機農場的一個 那個農舍的屋子裡面 然後又從宜蘭又搬到雲林 他從小到大 他親眼看到這個奮鬥的過程 我覺得這才是最好的課程 這個孩子他看見自己的父母 是這樣子在對待一個 他願意追求的理想 雖然是很辛苦的 那我就先分享到這邊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要回應的 那我不見得能夠回答所有的問題 因為我不是一個第一線的 華德福的那個學校的老師 我會盡量的 請 其實我之前有看到網站 也是介紹的華德福 然後講說 其實華德福學生未來發展 其實不遜於其他正題 所謂就是常規組織的學生 可是我也想問說 在我們體制當中 所有的大學或者是甚至初學會 其實都很重是文憑 或者是一些比較正常的學歷 那他這樣高中的學生 或者是文章的學生 這樣子銜接上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銜接上的話 因為他們才第一屆才有 今年有高中畢業生 所以我不太 我沒辦法用實證的方式 告訴你他有沒有問題 但是我只能跟你這樣說 就是說這些華德福的孩子 他們從小 他進到華德福學校以後 當他碰到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都會有人願意跟他討論 然後 而且在他的整個學習的方式上面 他都被培養成為一個 能夠獨立的思考跟判斷的一個這樣的能力 然後另外在華德福的學校 可能跟我們一般人認識的那種 所謂開放教育很不一樣 華德福學校是非常重視一個社會 社群的一種人際關係的能力 所以在一個華德福學校 可不是你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華德福學校是有很清楚的規範 華德福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早上一開始有個成圈 然後大家就是在一起的 所以華德福的教室 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然後他們本身也很重視那種 他去體會到不同的人 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我所知道的華德福的課程 他比較是針對這個生命發展 他需要什麼能力 而去提供給他他所需要的養分 反而是我們在學校學的 跟外面的完全脫節 然後我們在學校學的 只是為了考試 而且我們還要考得比別人好 把別人打敗 我反而覺得這樣的教育 教出來的銜接上 就是說可能 那也有人會說 我們這種華德福教育 把孩子當白老鼠 這種說法我覺得 也是一種 比較不信任的角度在問這個問題 可是另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去問說 那我們體制的教育把孩子當什麼 黑老鼠 黑老鼠 而且滿久的 只是因為他是黑的 所以大家也見怪不怪了 或者是 總而言之就是 華德福的教育 有人會問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怎麼適應這個社會 這是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但是呢 在華德福的精神裡面 他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第一個 華德福教育的存在 不是因為說社會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培養孩子去符合社會的需要 華德福問的是這個孩子的生命 需要什麼 而去給孩子他生命所需要的 那 當這個孩子的生命發展 他得到他需要的養分的時候 他不是回來適應這個社會 而是回來改變這個社會 他是這樣子在看待 孩子跟社會的關係的 碰到一個老師的這樣的角色的時候 本來他要跟你連結就是非常難的 而且他也沒有這個意願 因為可能以前他碰到的老師 也沒有人願意跟他連結 所以他已經不抱這樣的期待了 所以你本身要跨越這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先期的工作 就是說 你要期待他跟你連結以前 你要先能夠 把前面的這些阻礙 先要有辦法一步步的去跨越 你光是去建立他對你的信心 就恢復對一個老師 他是真的願意來跟你連結 可能就要花相當的功夫 所以我會認為這個是一個 需要花長時間經營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不太可能說 你才這個學期剛交過他 他就會願意跟你連結 我想這個比較難 所以下學期也不見得難 那下下學期可能開始有一點 那我的做法就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盡可能在大一開 每一個學期在大一開一門課 大二開一門課 大三開一門課這樣 這樣我才可以每年都碰得到他 我才有辦法持續的 跟他發生連結 而不是只教他一個學期就 他就不見了 我也在他生命中就不見了 這個就跟我說我讓學生去畫那個蓮花一樣 你要看著他一步一步的綻放 而不是只是那種好像衝衝一撇這樣 那你沒有辦法跟伴隨這個生命的發展歷程 這是一個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是 終究我發現我有我的限制 也就是說我的學生他們可能真的不覺得他需要我 所以在這種時候我也很難去強求 我願意努力 但是我會去分辨這個學生是不是真的需要我 他如果不需要我的話 我去勉強反而對他不見得是好的 所以我也要去辨識我自己的限制在哪裡 說不定他需要的是別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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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有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好 好 我想請教一下 您的身分除了是老師同時你也是父親 對 那您在接觸華德福有這樣轉變的時候 那您父親的角色有怎樣的轉變 哦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哦 嗯 我在父親的角色上面我要說一下就是說 我其實參與這種體制外的教育運動好多年了 可是呢 我的孩子 是 都是體制學校畢業的 那 這有很大一個成分是因為我太太的關係 我太太她不希望孩子離家遠 她要孩子念我們家旁邊的學校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太太呢 她覺得這些人在搞什麼鬼 為什麼要去弄那些 那些運動 這樣 所以她說你要自己去弄你的 她要 這是孩子念體制的學校 所以 我基本上尊重她 作為孩子的媽媽 作為孩子的媽媽 然後另一方面呢 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 我自己的信念 如果要我選擇一個理想的學校 跟一個理想的家庭 跟一個理想的家庭 我會選擇一個理想的家庭 我會選擇一個理想的家庭 然後呢 我寧願 讓孩子進一個很糟糕的學校 我也要讓他 能夠待在家裡 然後我們經營一個好的家庭 我不願意 把他送到一個最好的學校 可是我們有一個很糟糕的家庭 這樣 所以當我沒有辦法兩全的時候 當然華人夫需要在我們家旁邊 如果又是公立的多好 對不對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選擇的是這樣 所以 我並不太清楚我的孩子怎麼看我 自從我接觸到華德福以後 他們看我有什麼改變 我沒有問過他們 但是我 除了說我在家裡面 常常提到華德福 常常分享我參加華德福的一些 工作方的經驗以外 我倒覺得我跟我 兩個女兒的關係 倒沒有 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 當我的女兒出生的時候 當我女兒出生的時候 我就有感覺到一個奇妙的 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他好像是從哪裡來的 我就有覺得說 就像我剛說的 就像我剛說的 我孩子出生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他是一個 不是屬於我的靈魂 他是屬於他自己的 所以 所以我在對待我兩個女兒的時候 我的方式一直是 希望他們成為他們自己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還是比較深嫩一點 像我大女兒 他小時候他就跟我說他要當護士 我就想說這個太有性別歧視了 我說你可以當醫生 他說不要我要當護士 當醫生很好 你看當醫生可以叫護士做這個做那個 所以當醫生很好 他說不要我要當護士 我說你可以再想想看啊 當醫生很好 他就 這樣子 我就知道 我在幹嘛 這樣子 我在幹嘛 然後呢 對 還是有一些影響 我現在比較能夠想得到 就是說 然後華德福裡面 他有把人分成四大不同的氣質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你是哪一種 一種是火象的 火象的人呢 他是比較衝動 脾氣比較大 可是呢 有問題他就要跑出來解決這樣 他沒有辦法忍受 有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沒有人去管這件事情 他一定會衝出來解決 這是火象的人 然後另外一種是那個 風象的人 風象的人呢 是一下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才沒多久 又對那個有興趣 然後又飄到那裡去有興趣 然後他的興趣一直變來變去這樣 這是一個風象的人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水象的人 水象的人呢 他這個人呢 乾乾淨淨的 他自己生活呢 含有自己的秩序 含有自己的秩序 然後還通常也是一種美食主義者 然後他不喜歡那種沒有秩序的生活這樣 這是水象的 土象的人呢 他就是比較 你可以說他比較悶 很內在也不多話 像木納這樣 然後好像對外面的事情 他不太管 這是一種 但是他只要想到做什麼 他就很堅持一定要這樣 這個是圖象的 那每一個人 可能有一個最明顯 但他也可能同時也有其他的特性這樣 那 那我的大女兒呢 他是水象的 他很傾向水象的 那我二女兒呢 他是有火象 又帶一點風象 我二女兒是這樣 然後 我自己是很風象的 就是我接觸華德福以後 就常常會想說 其實我們都有一種根性 可以這樣講 我們有一種根性 像我以前就對我自己 因為我是風象 所以 我一下對這個樂器有興趣 一下對那個樂器有興趣 一下對那個樂器有興趣 我好多樂器 然後都學得不驚這樣 那我有一陣子 還覺得很苦惱 我這樣好像一事無成什麼的 可是我發現說 原來這是我的根性 而且這個世界上需要風象的人 這個世界才多采多姿 那這個世界呢 像我那個大女兒 她是水象的人 水象的人不是那種很有企圖心的 我以前就一直希望什麼 比如她當護士 我當醫生啊 當醫生 所以她不要 然後她以前小時候寫字 非常工整 我們不是小時候 做一個字寫一行 她從小就看到她那個字 從頭寫到同一個字 都一樣 她寫的都一樣 可是我們家老二呢 同一個字 一行 她每一個字寫的都不一樣 然後 那我就想這個老二實在太 太不聽話了 太 太隨便了 可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從一個角度去看 她們兩個人根性是不一樣的 所以 所以 然後老二脾氣也壞 也比較衝 那就是說 其實這些常常也是她們的優點 那如果我對於一個水象的孩子 可是我卻抱著一種風向的期待的話 因為我是風向嘛 所以我去用我的氣質去期待我的孩子 她根本不是那樣的一種氣質的時候 那她就蠻慘的 我也會蠻挫折的 所以 像 有的時候我在上華德福的一些工作方法 我學到這些 我就回家跟他們討論 說你覺得你是什麼像 你覺得爸爸什麼像 你的媽媽什麼像 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家就會做這樣的討論 那這種討論 常常會比較能夠 紓解我們之間的那種緊張的關係 然後 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中醫師 許之妙醫師 他是台中的封樂幼兒園的創辦人 他有一次也從四種氣質的父母 也許你們可以邀他來演講 火像的父母的孩子容易生什麼病 風像的父母孩子容易生什麼病 土像水像什麼孩子容易生什麼病 這個病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個父母的氣質 比如說一個火像的氣質 我不曉得你記錯 火像的氣質的父母 他的孩子容易腸胃有毛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壓力大 壓力大 然後呢 一個土像的父母 他的孩子可能容易有憂鬱症 或是什麼 因為這土像的父母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沒反應 但這個 他其實這個中醫師就是用來提醒父母 孩子很多毛病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是你弄的 是你不知道 可是也不是要你怪自己 而是說要去覺知到這些東西 所以在花德福裡面 老師或者家長都要做功課了解自己 而且都要一起做功課了解孩子 他很廢事很廢工 就像做有機的一樣 所以我用這個做結尾 時間大概 我已經快十點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所以 本來就是 親手去 用我們的愛 好好把一件事情做好 把農業做好 把教育做好 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那我很榮幸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邊 好 那我就分享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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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ditur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